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订阅户数好了 订阅户数应该是这个订阅人数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订阅户数 一刚开始根本就没人订 没人订 那为什么后来这边会有人来订呢 当然就是别人觉得说 你的影片好像不错 他就会喜欢所以来订阅 你看一刚开始的时候 零个居多然后一个 那后来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大概每天会持续有两个 两个左右 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这边大概有三个到四个 五个六个 然后再过来慢慢是不是大概七个八个 然后月后面是不是十个 我现在大概平均有十个左右的一个订阅 那这些人订阅就会变成你忠实的粉丝 因为他会收到你有新影片的通知 就是说当我今天我有影片的时候 新订阅那个订阅户 他就知道 哦,我有新影片上去了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做出来我们公布的影片 是不是会希望市民来订阅 而且当你今天有一个讯息发布出去 市民就立即知道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 例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新的法规的宣布 这个时候呢 这个市民如果他想要比较急 比较早的知道 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 那如果你把这些影片做好 那个市民来订阅你 这样子的话都及时就知道 所以我觉得像里长 他一定要来订阅 那请问当时你要做很多影片 再来我刚刚说持续做影片嘛 第二你要想办法增加这个订阅数 所以你的影片要有一定的水平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看过有一种影片 他们就是把那个广告 广告然后重新拍一遍 那例如说什么养乐多 什么喝多多什么之类的 他不是两个小朋友吗 然后见到 他们没有那个见到服跟那个见到 他就用扫把来去取代 然后两个在那边就是鞠躬 然后说什么请喝统一多多什么之类的 这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影片 好 或者是说我也看过有些人 他就去下载别人像周杰伦的音乐 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可是我会觉得说 因为这会牵涉到很多智慧产权的问题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你还是要想办法就是做出 我觉得内容是不错的影片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三件事就是你还是要回归 除了做影片 还有想办法增加这个订阅顾数 一个影片数量慢慢的增加 对不起 影片被观看的数量增加 还有订阅的人数慢慢增加 当然 只要只要我们这些前期的努力做好了 我们现在假设就算我一个月完全不再放任何影片上去 我的订阅课数还是会增加 因为我的影片全部都先放在网路上嘛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到做出那个影片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刚开始我做影片也不是很好啦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慢慢一直不断的进步 这些订阅的人呢 他就是会就是来喜欢你的影片